上一讲谈到魏王豹和刘邦决裂 史记的不同篇章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理由 魏豹彭越列传说的是魏王豹以王族子弟的修养 受不了刘邦对人忽来喝去的流氓习气 两个人就像一对门不当户不对的小夫妻 虽然有过很努力的磨合 但终于以失败告终 爱弃世家的说法就没这么平淡了 说魏王豹的女人薄姬从下面大师许富那里 得到了当生天子的预言 魏王豹不禁心花怒放 开始重新审视世界格局 重新构思自己在世界格局当中所应有的位置 几分失失然几分飘飘然 就这样魏王豹以回国省亲的名义骗过了刘邦 才一回国就和刘邦决裂 无论如何 魏王豹和刘邦的同盟关系终归是破裂了 那么问题来了 蓬城之战虽然使刘邦遭受重创 但当刘邦退守行阳之后 内内外外一连串的安排部署 已经兵威附阵 能和项羽打得有来有往了 而以魏王豹的实力 以西魏国和刘邦的势力范围 毗邻的地缘关系 哪来的底气和刘邦翻脸呢 当然项羽会给魏王豹撑腰 但这显然不够 真正给足魏王豹底气的是黄河天险 汉国和魏国的地理关系 有一点像战国时代 秦国和魏国的地理关系 当初秦国和魏国打来打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僵持在黄河沿线 以黄河作为自然分界 各自在沿岸修建防御工事 谁想渡河进攻都不容易 所以这次魏王豹脱身回国 才会在渡过黄河之后就绝合金 也就是封闭了黄河渡口 魏王豹的背叛对刘邦打击很大 汉书里还有这么一个细节 刘邦对立期承诺 只要他能说服魏王豹回心转意 就给他漫护级别的封赏 当然赏格如此之高 就意味着刘邦自己也很明白 游说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果然立即煞于而归 但使命虽然没有达成 刺探军情的收获 还是不小的 刘邦问立即 魏军主帅是谁 立即回答 百值 刘邦很不屑 那是个乳秀未干的毛孩子 不足以当寒心 刘邦再问 骑兵将领是谁 立即答道 冯静 刘邦说道 他是秦将冯吴泽的儿子 虽然有才感 但不足以当冠英 刘邦再问 步兵将领是谁 立即回答说 相驼 刘邦释然了 他不是曹三的对手 我不用担心了 韩信也在问立即 魏国难道 没有启用周书为主帅吗 立即答道 主帅是百值 韩信不以为然 只是个小奴才罢了 看来立即 虽然没有能够完成游说使命 但是把情报工作做得极好 刘邦 韩信因此信心满满 开始对魏用兵了 魏王报 既然回绝了立即 很清楚刘邦下一步 就要诉诸武力 于是及早安排防御攻势 以重兵驻守蒲板 封锁了临禁关的出路 此者通信原文是 魏王圣兵蒲板 以色临近 要理解这句话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 这一段的黄河是南北走向 所谓蒲板 就是黄河东岸的蒲板关 属于魏国 所谓临近 就是黄河西岸的临近关 原先属于秦国 现在被汉国控制 魏国主力部队 驻守蒲板关 军事意图就是防备对岸的汉军 出临近关渡黄河 蒲板关和临近关的军事意义 前面讲过 我们再来温习一下 秦国对付山东六国 在地利上 主要凭借三大要塞 分别是寒谷关 武关和临近关 寒谷关重要性最高 名气最大 武关是秦国的南部所要 主要针对楚国 相比之下 临近关的知名度不算太高 但它的存在 很有几分唯大将者 无赫赫之功的味道 临近关 东临黄河 这段黄河是南北走向的 顺流而下的话 不都远 就是丰陵渡 河道就转折向东了 登上临近关 远眺黄河 河对岸 就是魏国的军事重镇 蒲板关 秦国如果想要渡河东进 临近关就是桥头堡 但因为有蒲板关的存在 所以这条路并不好走 反过来 魏国乃至山东六国 如果想要渡河西进 蒲板关就是桥头堡 但因为临近关的存在 所以这条路同样不好走 历历往事在魏王报的心里 凝固成了先入之间 使他有十足的理由相信 如果刘邦发魏 大概率会兵出临近关 渡过黄河 从蒲板关 深入魏国境内 事实上 刘邦还定三秦之后 趁热打铁 确实从临近关渡黄河 逐一吞并山东诸侯 当初秦始皇摧毁天下城防要塞 蒲板关很可能并未幸免 这就导致 刘邦的东进之路 显得特别轻而易举 那个时候魏王报 不战而想 英王司马昂被俘 英国被刘邦改制为 河内郡 前车之舰 近在眼前 所以魏王报将主力部队 驻扎在蒲板关一带 倒也算不得失策 魏王报虽然并没有做错什么 但这一回他的对手是 军事天才韩信 在韩信面前 可以说任凭魏王报 采取怎样的防守战术 都不难被韩信找到破绽 一击致命 的确度过黄河天险很不容易 临近关和蒲板关一线 有着难能可贵的地理优势 而面对黄河对面 严阵以待的魏国军团 即便韩信知难而退 另外选择渡河地点 但千军万马渡黄河 这么大的阵仗 几乎不存在满天过海的机会 无论选在哪个位置渡河 渡河之前 一定会准备大量船只 而大量的船只调度 又一定瞒不过河对岸的侦察兵 那个时候魏王报 大可以从容调波部队 一一代劳 在一个更加适合 打阻击站的地点 对韩信的渡河军队 展开迎头痛击 为王报要做的 只是稳坐钓鱼台 随即应变即可 但对手是韩信 韩信的打法 一向出奇之胜 这一次 韩信在临近关一带 故步一阵 人马喧嚣 船只服从 营造出准备 大举渡河的假象 而真正的渡河部队 秘密沿黄河西岸北上 行进到夏阳 辞职东建的记载是 以慕英渡军 西安邑 夏阳 袁明少良 位于今天陕西 韩城城南 大约十公里 那里还保存着 秦汉故城遗址 袁明少良的夏阳 是黄河岸边的一座 军事重镇 曾经被秦魏两国 反复争夺 周显王七年 秦国和魏国之间 进行了少良之战 魏国经此一败 虽然暂时没有丢失少良 但与秦国的强弱关系 就此发生逆转 时过境迁 如今 以骑兵渡河 怎么才能做到 出骑不易呢 韩信的办法是 不用渡船 船只的大量集结 必然瞒不过对岸的侦察 所以干脆 弃船不用 改用一种叫木鹰的东西 在史记的记载里 叫做木鹰否 历代学者 各有各的猜测 莫中一世 但简单讲 这应该是一种 特制的木法 还应该具备了 制作简易 和可以就地取材的特点 宋朝学者魏了翁 有一个推断 认为当时仓促之间 就连制作木法 恐怕都不容易 韩信呢 应当是把当地的民房拆了 直接取用房梁 房住 再配上民家的储水容器 马上呢 就能做成渡河工具 这种战术思路 实在是过于天马行空了 也难怪魏王堡预料不到 而韩信的骑兵 只要过了黄河 不用打 就已经产生了 先生夺人 射人心魄的效果 自治通界的记载 相当简略 只交代 说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韩信就平定了西魏国全境 还俘虏了魏王堡押送行养 史记 曹相国世家的记载比较详细 隶属了曹三 如何配合韩信 如何赴军杀将 攻城掠地 最后夺取了魏国国都平阳 俘获了魏王堡的母亲 妻子和儿女 尽数平定魏帝五十二成 刘邦把平阳赐给曹三 为十一 这里有一处 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魏王堡的家眷 全部做了汉军的俘虏 这件事 是有重要后续的 那位被许父 预言当生天子的伯姬 也在俘虏之列 后来呢 被刘邦纳入后宫 还给刘邦生了一个儿子 伯姬所生的这个儿子 就是后来开启了 文景之志的那位汉文帝 许父的预言并没有落空 只不过没印在魏王堡的身上 当然 如果我们采取审慎的态度 追问一下魏王堡叛汉的原因 到底是受不了刘邦的流氓习气 还是受到了许父预言的蛊惑 那么前者的可靠性显然更高 后者更像是汉文帝时代 编造出来的合法性神话 使汉文帝 这个看上去不大有资格 继承皇位的皇子 显得更有资格一些 这些事情 等我们讲到汉文帝的时候 再仔细说 新卫国平定之后 韩信向刘邦提出申请 愿意统帅三万军队 继续扫清楚汉战争的外围战场 平定燕国 赵国 齐国 再向南断绝西楚国的两岛 这是一个迂回包抄 必时积蓄的策略 刘邦同意了 还把张尔派给了韩信 首先进攻赵国和代国 那么问题来了 之所以要打赵国代国 是因为池里终于包不住火 先前刘邦拿假张尔的人头 糊弄陈渝 等陈渝发现自己受骗 偏偏刘邦又打输了彭城之战 那么在陈渝看来 维系联盟关系自然就没必要了 赵国和代国 因此也就站在了刘邦的对立面上 于是汉高第二年后九月 本年度的最后一个月里 韩信击破代国主力 擒获了替代王陈渝 镇守代国的下跃 接下来 韩信按照原计划 应当进军赵国和赵王歇陈渝 展开决战 但刘邦的特使忽然来了 大约是行阳主战场战事吃紧的缘故吧 争掉了韩信麾下的精锐部队支援行阳前线 这么一来 韩信手里就只剩下一群乌合之中了 仗还能不能打 又该怎么打呢 辞职通见第九卷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卷再见